嗨,大家好,我是阿斯 希望你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FB、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rd 今天講的角色是太淵影翼 太淵影翼在天天節三部曲中的還神節中有登場過 同時也是龍夜的師父 外號有一個小名叫雙雙 我們介紹一下這位角色的天賦吧 法術免傷提高8% 對友方釋放絕學的時候 會有一個雙鎧的狀態 那雙鎧是幹嘛用的呢? 主動攻擊的時候 遭受傷害降低30% 不要小看這個38 這個38對隊伍的幫助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在兩星的時候就是30% 你升到六星也還是30% 他會變動的%數只有法術免傷的部分 所以在打創命跟鈴曼光陰的時候 是非常好的一個輔助的角色 無奈的話 基本上中路不用考慮 中路是一定要點的東西 那上路跟下路呢 我個人是先點下路 為什麼? 因為神分畫法是群補的治療術 那配合太淵影翼的天賦 只要施放絕學的時候 對友方施放絕學 就可以施加雙鎧 也就是說 神分畫法是可以讓被補血的 友方 都有雙鎧的狀態 所以 我一定會優先選擇下路這個神分畫法 那我自己呢 是不會點到上路去啦 雖然上路可以加氣血 不過因為我自己是不太會用奶媽去攻擊低的 用法術去攻擊低的 因為 除了攻擊傷害不太高之外呢 他又佔了你的技能格子的其中一格 所以 我個人是 只會去點下路 好 再來是魂石的推薦 魂石的話 我推薦兩個 一個是絲魔術師 另外一個是鳴葵 那絲魔術師 跟鳴葵 兩枚的效果都是氣血加10% 都一樣 那唯一的差別在三枚的時候 絲魔術師是治療效果加20% 鳴葵的話 是三枚 是對友方使用絕學後 有40%的機率 使目標獲得一個隨機的友誼狀態 那基本上 如果我的隊伍裡面 有兩隻奶媽的話 我一定會把奶媽 最主要的奶媽 放絲魔術師 增加他的治療效果 那 輔助奶 我就會放鳴葵 對友方使用絕學後 獲得一個隨機的友誼狀態 不過魂石這兩個 這兩個啊 我覺得看個人的隊伍跟 搭配啦 不一定說 一定要照大師的建議去做 畢竟玩法有很多種 就看各位怎麼去做搭配啦 那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以上的攻略跟建議 就是僅供參考而已 那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啊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 Twitch Bilibili跟Discord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 掰掰 請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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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